那什么叫科判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一部经 在古大德 就是以前的大师们 他们想要帮你把这一部非常大的经 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归类整理的时候 他就把它结构化 结构化说 好那法华经就一切为二分成两大部分 所以一到十四品是正中分 那十五品到二十八品是流通分 然后呢再分再分 好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在在这个科判里面的这一块 好科判里面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他其实在说明的是说 法华经的开场 那佛陀在讲大圣佛法的时候 他他以三个不同的层次在在演说 好那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是 我们都会以为是从最初阶的我们会先讲 不是他是从最高阶的先讲 也就是什么叫高阶 就是高手过招 一招就结束了 好所以那个法说 好那法说其实只有一句话 就是说佛之所以会出现 好佛之所以会出现 是要开佛之鉴 是佛之鉴 好入佛之鉴 对不对 好那让大家悟佛之鉴 然后然后告诉大家全部都可以入佛之鉴 只有这样子 然后十五四就这样子 那讲了这样子之后 只有谁懂 瑟利佛一个 他全部明白了 那他全傻了眼了 你们两个在讲什么 你听不懂 所以瑟利佛才会挤出来说 好那老师我懂了 可是我觉得我的同学们应该不懂 所以佛陀就再降一个等级 好那那我用一个辟语来开始说 所以辟语说这是第二周 就是第二层次 这样懂吗 那个周的意思 不是一个礼拜的意思 好那那这个辟语这一周呢 就很有意思嘛 我们回头看 所以佛陀就讲了一个什么 火在山车域 好讲完了之后 哇很多人听懂了 所以这些弟子们就说 老师那我们也来讲一个辟语来回应你 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听懂 对不对 好那接着老师又讲一个药草域说 哎呀 你们也 你们不要太难过了 好不要觉得说我很委屈 因为那个穷子域里面 把那个长者 把那个爸爸 那个有钱爸爸讲得好可怜 这么有钱 还要跟着他那个儿子扫大便 那佛陀就讲 因为我是佛啊 所以我知道我知道要要要度大家是要怎么回事 所以呢也没有那么也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他讲了一个药草域 所以他们这样子批语来批语去 就是用一种用一种故事性的方式呢 在在在对答 在对答 其实呢 在内在里面 他们各自呢 就检视过招 就说啊 我懂了 好所以老师也也也了解 老师也也也知道说 哎 学生们都懂了 那学生们呢 也得到老师的的争传了 所以大家就很开心 所以最后他就帮大家收集 所以这个法 这个譬如说 这个就非常的温暖一片 就你说一个故事 我说一个故事 我再说一个故事 啊 我们大家都懂了 所以我给你们授记 好 那但是呢 接下去你看哦 这个因缘说这一周 请记得啊 因缘 因缘说这一周的起始点是那个化成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一品 这一品 这一品是连续着第六品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佛陀说 哎呀 那接下来呢 我会跟你们讲 我跟你们之间的因缘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见证 就是说 哎呀 如果连这个辟喻的这样子说法 也会有一些 有一些同学呢 赶快嘛 杀没啦 我就 我不知道你们讲这些故事是跟 跟我们学习的有什么关系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有朋友跟我讲说 有朋友 呃 跟我的朋友讲说 啊你们都说朱老师讲课 呃 会觉得说那我还是听不懂 所以这时候佛陀就要直接讲 直接讲什么 你们大家都会成佛 就直接要讲这件事情 那么直接讲这些事情就不是这么笼统 他就要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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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记 这样这样好 所以音缘说这这这这一周哈 他的重点摆在500人授记 和这个学无学人 啊 学人跟无学人的授记品 也就是说 他要把所有他的地址 每一个都点到 他还跟 他还跟他的大地址讲说 那些今天没有来上课的 你也要负责帮我转达哦 你要帮我转达说 我有帮他们授记哦 好 所以到了这样子的的ending的时候 已经清楚明白 好 已经清楚明白告诉说 大圣佛法的整个架构是什么 好 就等于讲完了 所以你看哦 正宗分里面的正说 就会在第九品就结束 好 那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吗 那要说什么呢 好 他就他就怎么样 高潮叠起嘛 这样的吗 高潮叠起 好 那突然就接下来呢 他就接法师品 法师品 他告诉我们说 什么叫法师 好 那你说 我不懂这个架构 那我预言跟 我预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会跳到法师品 因为 因为他告诉你说 我们大家都会成佛 那都会成佛的前面那个 那个我要发一个菩萨愿 我一定要行菩萨道 发菩萨愿 发阿妮多罗 我要发成佛的愿之前 我要行菩萨道 那什么叫行菩萨道 叫利益众生 我只要是一个利益众生 我只要是一个相信 大家都会成佛的人 我就是一个法师 所以 佛陀要告诉你说 好 那我都把你们讲 你们全部都 都对号入座了 那我现在告诉你们 身为一个 相信大圣佛法 愿意继续弘扬大圣佛法的人 你要具备 什么样的条件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功德 就要讲清楚 好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我证明给你看 我证明给你看 那个广大无边 那个片虚空满法界 那个时间轴的无限长 跟那个空间的无限大 跟那个完全没有简直 任何人都会成佛的那个状态 好 所以那就非常非常的宏伟 所以到了第十一品 那个剑宝塔品 就突然之间 又变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精彩 跟前面 我们觉得前面开场 那个佛放光 已经觉得哇 好华丽 没有 那个跟剑宝塔品比起来 那就 那只是一个开场的虚取 好 所以法华周的 法华经的架构是这样 那读起来是非常的 非常精彩的 好 所以也再一次跟大家 跟大家宣告一下 就是我们耐着性子 把它读完 至少 至少如果是第一次读的话 我们耐着性子 跟着我的进度 慢慢慢慢把它读完 那当然也有很多同学 你已经读过很多次 就像在这个群组上面 发表的那位同学 你可以一天读个一品两品 好 那这个 给自己这样一个功课呢 那好像 其实也不错 也很好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视性而为 那亮丽而为 好 好